在馬來西亞西邊 約9000公里的地方 是世界古人類 及古文明發祥地之一 非洲堪稱地球面積第二大洲 索馬利亞其中一個東非國家 常年局勢動盪 然而這內戰的後遺症 往往都是受內人民 在阿布巴卡十歲的時候 當他跟一般孩子一樣遊戲時 一顆子彈打中他的脊髓 從死半生不歲 她有兩父親 一位兒子彼得死 當他往往逃逃到國安 母親也死在戰略 母親就不留在索馬 因此從年後 他們都來到了馬來西亞 想找找處的環境 但父親就已經生長了 她都要照顧寡 所以他也不容易找他找找工作 我来到马来西亚 我去医院有很多钱 我去医院 我没有很多钱 儿子也幸运得了母子 因为儿子现在也不可以抢尔子 他需要一个人的背景 母子第一次我们找她 我們說怎麼有人能做這麼好 因為媽媽是一名醫師 她自己做的 因為她發現 來自治療是不便宜的 讓醫師或醫師做這個給兒子 我來出門 我來出門 我去出門 從一個遼闊的國度 到一個約15坪的空間 只供幫助她打開視野 讓她打開視野 她可以打開視野 其實這不是很容易 即使我們每次我們來 我們會放上一個很正確的 面前面 我們希望這次是一個很短的 但我們希望這次可以打開心 因为仍然有很多人担心他们 然后要求他们不拒绝 这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能处理自己 也能处理自己的母亲 所有人都能学习英语 尽管他们能处理自己 如果有机会,他们能学习 谢谢,我学习英语 我可以学习英语 我可以学习英语, Insha'Allah 谢谢你非常多 我去学校 我希望健康 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的理所当然 在奈民的生活确实渴望不可及 若是坚持就会看见曙光